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凯宇 您最好的阅读伙伴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凯宇要为各位带来这本书 叫做小卓之家 我好久没有谈美食的书了 连我自己都已经忘记 上一本谈关于美食是什么时候了 可是呢最近非常兴奋 因为呢我们在有声书评的部分 可能会做一系列关于食物的书籍 那这本小卓之家 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谈美食书籍的初登版 我把它定义成初登版 因为可能心情不一样了 谈的内容啊来宾啊各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呢我想可以给大家 对于食物对于美食和文化 有一些不同的体会跟理解 小卓之家呢作者是王轩一 王老师本身哦 他角色非常的多元 他本身曾经当过记者 也是一位作者 而且呢出版过很多文学小说 甚至于还有儿童文学的作品 那这一本小卓之家呢谈的是很多台湾 我可以这么说吗 叫隐藏版的小店 那既然是隐藏版 它的阅读价值和你读完之后 或者是你知道里面介绍过哪些店家之后 亲自去品尝 它的这个指标哦 和它的应该说它的代表性就非常的高 绝对不是好那种随随便便给大家做一个宣传 或者呼隆一下的作品 所以呢 王轩一老师 他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点就是呢 当我那个时候决定要做这本书的访谈的时候 心里还很忐忑不安 觉得是不是能约到他本人呢 因为他现在也是亚都励志饭店的天香楼美食顾问 这个已经是让我觉得已经不是写写美食文章分享 他已经晋升到另外一个等级去了 那今天很开心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王轩一老师本人 来接受凯宇的访问 谈一谈他的作品小卓之家 王老师你好 凯宇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王老师我觉得哦 在读了你的书的时候 都会让人觉得 嗯我应该这样讲 就阅读本身是一个让人沉浸的一个 的一个活动 可是呢 你的书绝对让人进不下 因为每读一篇我就一直在 在去看那个柱子 就在想说他离我家多远啊 离我现在的位置多远 我很想杀去这样子 那我很好奇一点就是说 其实美食的书很多 谈美食也很多 尤其你本身常年也都在做 这个文字工作 笔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写美食这个主题 其实这也是一个因缘巧合啦 美丽的误会对不对 没有 早期因为很多年前 我曾经写过一本闪文集 叫国宴与家宴 那就是描述我的这个母亲 她在家里做菜的这些生活 那后来因为这本书好像在文化圈还蛮多人有读过 那所以呢 后来大家看了就就大概最记得就是里头这个写美食的部分 所以后来就常希望有时候有一些媒体就找我要写一些这个跟美食有关的文章 那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这些写作 那也曾经就是在中国时报 写过那个三少四壮的专栏 我都是谈这个美食的这个概念的这些议题 那另外就是我在商业周刊有一个美食有一个餐厅推荐的专栏 就是跟胡天兰我们两个礼拜融一次这样子 所以就做了很多餐厅推荐的介绍 那因为这些这个介绍后来因为就是因为它是很很实际的一些这个建议嘛 大家看了立刻就可以去吃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你赶快把它这个出版成集吧 那后来在出版的时候就是我在编辑这些餐厅 我当然很多有一些餐厅可能也又被淘汰了 那有一些餐厅我又再去吃觉得还是不错 那后来就陆续收集在这本书里面 那这书里头当然也收集了一部分不是在商业周刊的那个专栏里面介绍的 因为那个杂志介绍的时候有不同的那个角度 那这个但是基本上这本小桌之家 所有介绍餐几乎只有少数几家是比较高档很贵的 那大部分都是那种巷弄里的小小餐厅 就是大家都还蛮容易可以可以走进去吃的 对其实这本书我自己在猜测 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想 人家说写书是靠手完成 但是这本书应该是靠脚跟嘴巴完成的对不对 是是是因为这个真的还蛮蛮耗我的体力跟这个 不会吃饱了体力就充足了 是我真的因为你常常可能吃了十家二十家 你才有一家会觉得这不错的 那不错的然后你又要在不同的时段再去试吃 所以同一家餐厅有时候会去个四五次 那真的有时候自己吃的都有点烦了 但是没办法这已经是工作 跟这个好不好吃 有时候已经分开了 就像我吃饭已经有时候没有办法那么随性了 因为它变成我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 工作的一部分 我想对一般人的理解来说可能很难去体会哦 大家都会觉得你的工作是全世界最爽的工作 当然当然这也是啦 你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就开玩笑跟人家说 啊我上班的工作就看报纸 那现在呢 我人家问我工作的时候 啊上班的时候就吃饭 所以我是我是还买命好的 对这个您是吃饭工作者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在录音前您自己打趣说的这样子 不过其实哦 吃饭工作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工作 当我们本身有热爱有热情投入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东西它就变成是一个 呃原本只是一个工作的展演展出变成是一种艺术的层次了哦 那我想如果没有到这个层次的话我看 这个您的这个书中哦有很多味道 尤其是其实写小店它有它的难啦 我在猜啦 就比如说小店本身它本身可能就比较低调 或者是他不愿意曝光接受采访等等的 那像这些部分哦 您是怎么去克服的去收集相关的资料等等的 哦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还蛮蛮辛苦的 蛮累的 我想做任何一个行业真的都是都是一样的啦 那像我有时候获得一些资讯啊 会从各种不同的地方问到资讯 像譬如说你去买菜的时候 你就会问附近的 哎你的菜都送到哪里 哪个餐厅比较好啊 你到外地去你就会问那个 呃计程车司机啊 或者是你住旅馆啊 问这个旅馆的人啊 或者在那个附近的小商店 你都要去打听 随时都打听 不然就是哦 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资料 到了现场 你可能还要再再check几遍 对 这样子 是那所以这这有时候 我通常都不太会是 都不告诉人家 我都先自己就进去试吃 就当一个客人的角度 试试当客人 然后就是说可能试吃了很多家 我才会写一家 那很多餐厅老板 他当然他店很小 他不愿意你报道 因为他觉得你报道 只会给他找来麻烦 对 那这个真的也是很抱歉啦 但是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角度 我觉得好吃的 我就想分享给大家 是 那有些餐厅像我这个 这本书的书名叫小卓之家 小卓之家其实是一家餐厅的名称啦 那他这家餐厅呢 他就是也是在一个巷弄里面 那我因为当时去吃了以后 吃了很多次 那我就觉得这个老板真的是很厉害 他是夫妻两个人在做 那他所有的菜都是以海鲜为主 尤其是以鱼为主 也没有什么高档的海鲜 都是鱼啦 那他就是限钓的鱼 那他看今天有什么鱼就做什么 那他每天就固定做那几桌 多了他绝对不收 他也不要什么翻桌翻多少次 他都不来这一套 那不是他追求的 是是是 然后他真的 他后来可能我第一个报道他 那后来他有一点小名气 那有些这个媒体也去采访 那他都不愿意接受采访 他说 我怕你来了这么多客人 我也招呼不了 我的能力就是这样子 他说我希望就做我 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那他那个后来 他也是就是尖尖也是做出名了 那听说现在要去定位 包括我自己都很难定 这个是副作用 是 但是这里的照片呢 就是因为他也不愿意受访 所以像我通常拍照的话 都是吃饭的时候就拿起相机 顺便拍 那目前还好 大部分餐厅也不太会拒绝你拍照 那就是但是就是说 你可能没有办法打光啊 因为如果要拍得漂亮 甚至有些菜你必须特别为这个拍照而做 因为可能要上点油啊 或者不能煮得太熟太烂 但是这个部分我就不管他 我就还是用写食的为主啊 就是现场我看到什么 吃到什么就拍什么 就是这样记录下来 没错 我看这个小卓之家这一篇哦 就是您这本书的第一篇 是 第一个介绍的餐厅 这个副标题还真有意思 天后不好不开门 是 我想其实这种小店一定很多老板都很有个性哦 就像您刚刚描述的这个小卓之家的老板 让你印象最深刻最有个性的是哪一家店家的老板 其实很多店家都有个性 是不是是不是没有这种奇怪的脾气 还做不出真正好吃的东西 也不会 我觉得有个性没有关系 但是怎么样也是要有礼貌嘛 哦对啦 当然服务业嘛 是是 像他们虽然说很有个性 天后不好不开门 因为天后不好捞不到鱼嘛 所以他就不开门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还是维持着礼貌 可是有些餐厅真的是那种就是相当的没礼貌 就是觉得自己很不味道 那个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在服务上不是那么舒服 有些老板好像那些客人都欠他钱 我脸好臭哦 我脸好臭哦 然后呢上菜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决定 那那个旁边的几个服务神呢 都只是在帮帮小忙而已 因为根本他不让他们管太多事 大概是 所以他服务神装饰品就是 对对对 那你就站在那边看他这个 这个在这个做serve 觉得非常好玩 是是 我说那个管理专家站在那边一定跌破眼镜 没错 如果是那个专业的管理人在那边看 哦 这一桌一个晚上可以翻20次 对 可是因为这个老板的关系可能只能翻个五次这样子 是 谈到这边哦 在小卓之家里面我大概看哦 就是说您严选了85家 私藏的美食地图 那足迹其实遍其全台湾 但我看多数的比率上还是以台北为主 台北市跟新北市为主 那我就很好奇哦 就是这本书是2011年11月出版的 那这中间有一段时间了嘛 那就以时间序来看的话 您最近有去这85家哪一家 有有有 我还是会 因为这个是你现在印象最深刻的 是是 像譬如说最后面哦 有个小的那个越南美景 在那个内湖的 我说他们原来的一个越南的春落 它是在后面那个隐藏版的里面 在在那个以前就是当年那个越南沦陷的时候 那些那个侨胞他们撤退来台湾 就政府安排他们住在内湖 那边一个小的社区 那当然现在那个社区是不得了了 我相信那个土地是很有价值 内湖耶 但是以前的话 它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地方 是 那像我 我上礼拜还又再去吃过 我觉得还是OK的 没有问题 还蛮开心的 对 那很多餐厅我也是一再的重复会去吃 不然的话 如果说 这个这个 我觉得不行的话 可能再版 在以后 以后再出版的时候就要淘汰了 其实讲到这个好 让我真的很有感觉的就是 您这本书是以这店家为主嘛 可是在我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 你其实 呃 您所关注的其实不只是店家耶 我觉得你可以呈现出很多所谓食物的故事 比如说 在台湾这么一个多元丰富 尤其你看我们说 1949之后 然后在之前日本文化 是 然后以台湾的各方面的情况 其实它是融合各地 甚至于各国美食的一个区域 是的 那 呃 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饮食历史 其实饮食啊 真的一 跟每一个民族的文化 是完全是 呃 最 算是里头最重要的一支 好 因为 他 他 饮食是每个人都要碰到的 都必须碰到 而且就是 你 不管怎么样 你在生活里头 第一个啊 就是要 要吃饭嘛 嗯哼 那所以这个饮食文化 呃 从饮食来看文化 我觉得是一条很有趣的 这个 呃 读历史的方法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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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你那个时代吃什么啊 或者是 怎么吃啊 真的就可以看到 那个社会的一个 嗯 样貌出来 是 呃 譬如说 呃 台湾 它真 它是一个 就像你刚刚说的 是一个大熔炉 哦 它融合了这个 中国各地方 各地方的各种菜系 不同的菜系 然后又有 这个 呃 日本的这个 呃 文化的影响 那事实上 它的位置 又是一个海岛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 这个海鲜 好 这 这些 丰富的食材 然后又是个美丽岛 它种什么 长什么 好 我们 以前像水果 在早期都 呃 其实 种类很 很少的 但是后来就是 呃 你技术改良以后 现在那个 台湾的水果 也是 全世界第一哦 对 是 所以它真的是一块 非常好的土地 嗯 它有非常好的食材 然后又综合了 这么多的文化元素 在里面 是 它自然就能变化出 非常丰厚的这个 这些美食出来 是 其实如果以台湾的 特殊的位置 不管在时间 还是空间的位置 嗯 那 等于它是一个 美食的汇集地嘛 是 但是如果身为一个 美食的探访者 或探险者 是 就我在讲您啦 哈哈 我不知道这样 恰不恰当 那呃 您 您有曾经为了去 追求一个 所谓的美食啊 或者某个 呃 令人 是 传闻已久的餐厅啊 是 你做过最疯狂 或者是你的足迹 踏过最远到哪里去 呃 当然如果要讲世界的话 我 我也是 就是 这怎么说 就是 呃 互相的 像我对这个 葡萄牙菜 葡萄牙 对 对亚洲的影响 一直很有兴趣 那因为我们以前吃葡萄牙菜 大部分在澳门嘛 嗯 它曾经殖民过这么多年 但是呃我就很想追求说 它到底它的这个源头啊 是是跟澳门一不一样 是 所以在两年前我就到了葡萄牙去啊 就发现哇太多的东西真的在那边看到啊 找我找找到了呃也许不一定它是源头 但是看到那个那些样貌啊 譬如说我们嗯 常常呃先看到的这个日本呃大众食品 这个可乐饼 可乐饼 可乐饼 是 它其实它的源头就是从葡萄牙来的 是是 用马铃薯中间裹了东西 是是 那还有呢像天妇罗啊 日本的这些裹了面粉去炸这个概念 所以天妇罗其实不是日本的 诶对都是从西方来的 诶真的啊 是是是 诶 所以这些东西就很很有趣真的 然后像呃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的那个高饼店 吃的那些蛋糕啊甜点 嗯哼 你在那边也看到天哪 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现在台湾已经没有了那种 对 有些传统的很我们以前觉得很土的那种高饼 诶它竟然还那边还有 是 然后呢我觉得葡萄牙菜最有名的就 最好有趣就是他把海鲜跟肉类煮在一起 这跟中国的菜的概念非常的像 嗯哼哼哼哼 就是我们呃 譬如说蛤蜊狮子头啊 这样的概念 是是是 他他也是用蛤蜊加上猪肉啊去炖煮 而且炖煮这个东西也是也是他的一个一个特色 那炖煮这在中国菜以后是一个最基本的 呃最最大量的这个方法 呃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为了找这源头 为为 呃到就跑到葡萄牙去看看他们的菜 觉得很有很有意思 对啊其实我这样听下来的话 您似乎就是一直是在 除了是文字的输出之外 你也一直在做很多美食 还有很多资讯的输入嘛 那就让我很好奇哦 因为您现在固定有在商业周刊 呃有做美食这方面的专栏 那您接下来 呃有什么 因为我都会问问作家本人这个问题 就是您接下来的出版的计划 因为尤其是美食又让我更想要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你的小说之家 简直是我要很有意志力的 好好的看他 为什么呢 因为每看完一篇我就很想冲出去吃 尤其是呃里面假设碰到我 我有吃过的 是是 那个那个动力 哈哈哈 尤其您里面提到那个金鹏来 嗯嗯 尊谷台菜餐厅 这是在呃 在那个天母 天母那边 那我去吃过 他那排骨书 哇真的是 哈哈哈 想了就要留口水 是 所以 哇 真的我都我都觉得不知道要读你的书好 在我那个时候 尤其我要准备录音嘛 到底是享受还是折磨 哈哈哈 对 其实是享受啦 是享受 对 所以我蛮好奇的想要请教王老师 就说 欸您接下来呃有什么好好的计划 以享读者 欸真的是以享读者 没有 当然我这个这个餐厅推荐的书 我还会继续出 是 但是最主要我一直想写的一本书 就是跟食物的这个概念有关的 嗯嗯嗯嗯嗯 就是很多的呃食物 我们就是在在这个想用美食的时候 哦 其实他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的 跟社会面啊 是是是是 啊这些这些比较思考性的问题 是是是 我我一直想要把它 完完整一点的记录下来 可是我是个懒鬼 就是每次写一写 然后就放着 食物的诱惑大于书写的诱惑 是是是是是 就去吃饭了 所以就很糟糕 没关系你不是懒鬼 你也是在做功课嘛 对不对 呵呵呵 那当然我也想 也想出食谱啦 是 因为我自己动手做 是 呃我自己也是 每天都做菜的 嗯嗯嗯嗯 所以 也是一直想要做食谱出版 但是 这这部分因为工程庞大 是 呃对一个懒鬼而言 哈哈哈哈 不知道哪一天的事 没关系 所以呢各位听众 好 尽管王老师他自称自己是懒鬼哦 可是我可以很确定的 他绝对是一个百分之百 从头从头到尾的一个美食家 好 因为他是用他自己的生活 去实践这一切的一切嘛 那 如果你听到这边的话 你还 你还觉得好 啊 只是了解一本书啊 或者是 哦 只是里面就讲一些 呃台湾的一些小店 一些小餐厅 那我就觉得 哎 你实在是太不懂得生活了 这本书真的 如果你想要去体会我那种 读它既是享受又是折磨的话 那我觉得你真的不要错过 小卓之家 真的是一本 呃 很特别 而且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嘴巴很刁 或者是你想要了解 美食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 从我们生活开始的 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今天谢谢王老师接受凯宇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凯宇 谢谢听众 那期待哦 我们接下来王老师要为大家推出的这个 这个美食的 应该说餐厅的这个 专栏的部分哦 那大家可以去follow他的专栏文章 那当然我在这边也可以 呃为大家做一个小广告 就是说 有声书品 OK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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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